澳门 城市很小 名气却很大 这里曾领风气之先 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个第一 大三八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路学院的遗址 港顶前地矗立着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 东望阳山顶 中国沿海第一座现代灯塔 闪亮至今运转如常 到了新世纪 澳门依然保持着求新谋变的精神 全球首座八字摩天轮 意义生归 拥有22家福布斯五星酒店 位列全球数量第一 中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 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里落户 尝试新鲜事物如同食物尝鲜 趣味盎然 永无止境 今天就让我们把尝鲜进行到底 来一次愉悦身心的 崎岖之游 听一下 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就要挑选线路了 我们这个硬币上澳门双行线代表了精致线路 余准你特别希望走哪一条线路 我想去人间寻常位线路 那我们派谁来帮我们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究竟原则吧 好不好 我们的命运都在你的手里 忽然间重任在身 我相信你 我们来 这是什么 美食文旅来打卡 我们来看看今天给我们的线索 好了 好 我们是这个 这个 摩天轮吗 是什么 这个我认识 这是全球第一座八字型摩天轮 就在荡载 是这儿吗 是这个吗 UFO飞碟 我搜了一下 居然是家汉堡店在澳门半岛 走吧 走吧 出发 走 这儿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摩天轮吗 好漂亮 你见过摩天轮是这种形状的吗 没有 这是全球最高的八字型摩天轮 有23层楼高 摩天轮的车厢会沿着八字型路轨运行 满含着步步高升的美好祝愿 我只要能治颈 真好看 真太好看了 我觉得你可以在这儿给你拍张照 我从这样拍 就是我要这样拍 对 很宏伟 走吧 你像摩天轮 有些城市都当成一个旅游名片了 因为它最高 我马上能看看整个城市的风景 对 你好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今天我们为两位准备了一些甜品 可以边品尝我们的甜品 然后边欣赏淡仔的全貌 这边请 转起来了 开始了 来来我们先喝茶吧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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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我第一次做摩天轮就是能在里面吃东西 你以前爱做摩天轮吗 看得多 但是做得少 荡仔的这块我们从高处能够看得很清晰 那边 码头 海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高处一览无疑的感觉 嗯 我们已经到最高处了 我们现在正好是在130米的高度 你恐高吗 姐姐 还好 难受吗 我们可以站起来吗 什么 你真的很OK 我不OK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很厉害 你试试 来来来 你试试 我只能站这 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来 对 坐好 我们自拍打卡吧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们伟红他们在干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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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就吃上了 我们在摩天轮上喝茶 来 烘杯子给你们干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澳门摩天轮 最高的地方 130米 对 我们现在有点赤手空拳的 没东西跟你们分享 那好 你们赶紧去打卡吧 有什么好的再跟我们分享 好 你们好好享受 拜拜 拜拜 所以咱们待会儿到了之后 我觉得把那些好东西拍给他们 当然 嘚瑟一下 对 分享 走了 说不定就在前面了 这边就挺有这种生活气息 是的 这个房子看起来有粘头了 有点历史了 嗯 其实澳门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你在这个很有澳门气息的小巷子里走着走着 突然间摩天大楼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摩天大楼 这就是东旺阳新街上的经典打卡机位 国家地理杂志都推荐过呢 现代建筑和老街的对比 传统于现代 板正于新奇 坚守于创新 就这么和平共处 新鲜又奇特 我们来一张打卡轿 好 321 别忘了咱们的汉堡之约 太气我 已经很想吃了 哎 这个像不像啊 哦 UFO UFO出现 咱过去看看得了 应该是这儿 哈喽 哈喽 哈喽你们好 两位老板好 哦 我不是老板了 哈喽才是老板了 哈喽 哈喽 是我太太开的店 哦 哦 怎么称呼你 叫我郑小姐就可以了 郑小姐 那我叫罗先生就好了 罗先生 是 你们家的招牌的汉堡 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件 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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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沙巴 还有小吃 我不行了不能说了 就是光说这个吃不到 我会觉得很痛苦啊 好了 好了 我弄给你们了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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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 这家店在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啊 一年呢 开店这个事情是 你提出来的还是先生提出来的 我的医院的 很久以前也是我的医院 因为我在家很喜欢 做菜给我老婆吃 还有给我两个女儿吃 哦 我两个女儿 我老婆就说 你弄得蛮好吃的 我的女儿也说 爸爸好吃 爸爸好吃 那么我就想要不要 她以前都是吃的东西 哦 分享给喜欢吃的人 我跟我太太讲 你去开 我在后面支持你 可以吗 她上楼一个晚上 好了 开了 开了 很条件支持啊 对 我蛮喜欢我太太 在店里面的 的形状 哦 的形态 状态 很很漂亮 哎呀 这狗粮塞的 哎呀 怕你饿了 所以先来点 先来点狗粮了 我都流汗了 平时她是不是也是常常这么赞美你 都是啦 她平常都喜欢赞美人 你现在这道工序是做什么 这个新鲜的沙 但是还要打 打到它起胶 也会更加的Q弹 我们的牛肉就是选材很重要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健肉 三分肥、七分瘦 那么它们弄出来就是很远 好香啊 杀的味道还有牛的味道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就顿时充满了两种香味的那种复合感 我现在就做个杀宝了 这个好像看起来比一般的要大一点 做飞碟的面包都是限量定做 每天最多一百个 卖完就没有啦 等一下做起来它有个边边的 总也要大一点才能做完 然后就不怕吃汉堡的时候爆汁的那种 很期待 对 大概我们烤几分钟 烤一肉 一分钟 一分钟 还是有科学计时的 然后要把那个边边去掉 等一下你就看到它的做形就是 好可爱 好可爱 太太过来 做包装 包装起来 最后一副要让太太来完成 他俩好恩爱有没有感觉 对 平时如果你在店里的话 像最后这个环节 一定会跟太太一起来合作完成 一定会 她在她做包装我去做 她有一点成就感吧 成就感 虽然是罗先生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分分钟都需要你 真的 有一首粤语歌特别适合此情此景 对 对 你也唱过 你也唱过 唱一下你的心情 哎呀这个爱的表白太甜蜜了 谢谢谢谢 我们快尝尝吧 尝一下尝尝好不好吃 这个外面这一圈确实是脆脆的 我觉得它这个味道的感觉就是很丰富 对 这个虾也很香 也很香 这个味道 谢谢 我很喜欢客人吃完给我的意见 我都听证据 看看什么可以 什么改良 改良一下 再好一点 符合每个人的口味 再多一点 是 闭口市的汉堡我是第一次见 造型挺有趣的 刚刚老板不是还说很多熟客都是附近的学生 对年轻人的口味 对呀 汉堡从发明到现在都快两百年了 造型几乎就没变 但是这家店居然有了新的想法 看上去如此科幻 而且很实用 真有创意 最后还要请你帮一个忙 好 没关系 你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要怎么走 这个是共多了 在威力县酒店那里 可以乘坐的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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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也是够可以的了 破不及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看呢 你好 欢迎过来的MESA 里面请 好漂亮 我们餐厅那里可以看到中式严肃的一些设计 它主打黑金的一个颜色 你看那个小蝴蝶结 就是那个餐盘上的这个太可爱了 多精细 女孩子应该喜欢餐了 我为这边请 好 谢谢 这边是一个我们的餐盘 好 我们会推荐你们吃鱼翠桶 海鲜饭 还以外就是一个蒜香烤八爪鱼的 这里吗 对 那我们就尝您的推荐好了 请留点到这边先帮你们下单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好的餐厅 它出来那个味道是让你能够沉静下来的 不会让你特别浮躁 哇 你还不好意思打咬一下 这边上的是一个我们的后花园 也是一个我们的鸡尾酒来的 哇 这真的是鸡尾酒 对对对 我也要拍照 我第一次理解到什么是鸡尾酒 鸡尾酒 想想能吃吗 不想吃 好的 欢迎订阅我的厨房 欢迎订阅我的厨房 祝食和音乐 过得知然后尽其他更多 哎呀,我先 这边是我们主厨Andre Lai 为您带来的普世海鲜饭 所有的海鲜海里的味道那种咸鲜全都在嘴里了 那种感觉是完全迸发出来的吃着地中海的海风 你之前说你要完成一项任务之后 以进宫的方式 会犒劳自己 想会 那个时候吃什么 火锅 我刚刚讲 是不是火锅 火锅 为什么 除了成都人之外 没有 因为火锅 有那种氛围 就这种闹闹的 然后大家在一起 谈笑风生的 说一会儿然后一起下菜 你知道这种感觉 就很不一样 我觉得不是海鲜饭 下次可以试试 可以的 这个很好 围一小锅 对 围一小锅 好 我们快点 走 就走 我们走 走 revolution 然后再走 到我们走 绿香烤八爪鱼 怎么走 他刚刚说 这是那个章鱼吧 有一股奶香 奶奶的 因为它有这个 奶酪在这肯定是很香 甜咸甜咸的 慢慢咀嚼 很是奇妙 满足 我给打扰一下 这边上的就是一个 我们最后的一道菜 鱼翠桶 哇 哇你好像在施展魔法 想渐渐煮厨 早上女士 所以你这里是老师吗 是的 您好吗 您好吗 谢谢 这是我们的麦克罗 这是一位我们的兴奋的菜 在南美佐 我是在那肌肉 最后了 还可以 找到呢 的 快ismus 快点 快点 你 对 你 我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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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家庭是从这里 那是为了我看起来很多中国人 我跟你吵架了 你什么关系在 Macau 首先因为食物 我喜欢中国食物 我喜欢韩国食物 我喜欢韩国食物 因为我父亲是中国厅 你父亲是中国厅吗 是的 哇 他专业在韩国食物和韩国食物 哦 为什么要做中餐呢 中国食物是我的食物 解释了 我13岁 我帮我父亲的餐厅 然后从那时 我爱吃饭 我当时在高中学校 我学习在韩国食物 所以MESA是餐厅的名字 对 我们是由的名字 MESA其实是这个餐厅 是在韩国语 MESA的食物 MESA 它是一部分的 下廚的课炒 让我们的经历 感觉到官员 的食物 是来自在搭配 这就是中国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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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身份 你自己的身份 对于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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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里的 因为这个餐厅 是 基本上的 北面 是 它 让我更創造 和展示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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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一样 我们生活在 Macau 这就是 一样的 这就是 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住在莫加勒 是关于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我们在做的文化 是在作为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实际上我对我们在做的文化 都喜欢的文化 为上的大厨真的是太有趣了 他做的菜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就比如这个驰鱼翠桶 给你一种好像是在吃冰淇淋的 感觉但它又是被烟熏过的 这种组合真的是非常稀罕 Bastip de Liao 信息又来了 这个太熟悉了 And it's amazing view all over Macao and Taipei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sir yumm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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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像门塔了 怎么没有人蹦下来呢 不是说这里有人蹦起吗 可能今天天气不太好 这么快 这么快 你知道这样往上伸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又开始紧起来了 到了吗 到了吗 就这是观光场 欢迎来到全球十大观光高塔 在这边我们可以近看珠海和澳门 这边是珠海的湾仔 那边是横琴 然后这边是荡仔 那边就是港珠澳大桥的 看得到一点点 在塔上处纳欣赏澳门的全景 还能体验涌攀高峰 空中漫步 蹦极 这可是澳门最具有挑战性的旅游项目之一了 我们有多高啊 在这里 233米 我们这一层 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尝试一下 我们这边的蹦极呢 聊聊聊白色 我听得都可怕 在空中大概停留两分钟 让你缓一下 还两分钟 放过我吧 我只想活一条命 我们也有那个空中漫步的项目 我想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 可以跟姐一起去看一下 好 我帮你们穿安全带 好的 好 那我们出发 好 走 哇 好大的风 我的天哪 真的好高啊 哇 风好大 哇 这也太可怕了吧 好可怕 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底下那边有一个蓝色的气垫呢 就是蹦极着陆的地方 所有从这儿跳下去的人 我都记得他们是条孩子 为什么 你们现在也可以试一下 站在这个边边坐下来体验一下这个高度 哎呦 我天哪 把脚放在空中感受一下 哇 我也是半条腿都在外面的人啊 这也太可怕了吧 哇 不行 我看到真的我浑身打哆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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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继续往前了 好 你们可以试一下往外轻出去的那种感觉的 怎么轻啊 我先示范一下吧 你站到边边 然后身体这样 啊 啊 啊 好 你试一下的 先站到边边 我简直不敢看 我简直不敢看 你看前面就好了 你不要看下面 加油 李斯加油 怎么着 你要试试 好 加油 试一下 来 脚踏出去 天哪 这 这 这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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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觉得你已经战胜了你自己了 好 我们往前走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试一下往后倒出去 哇 我先示范一下手抓着绳子往后推 脚跟出去一半 对 然后身体慢慢的往后倒出去 然后慢慢的伸开手 摆个不你喜欢的姿势 然后往下看一看 还要往下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体验感会不一样的 一个个来吧 对 站到边边 往外一点点 对 慢慢往后倒 哇 哇 这还行啊 哇 你好棒 好棒 只要不往下看我都行 哇 好棒 一二三 睡一下吧姐姐 加油 好 慢慢的伸手 加油 加油 好可以往下看一看 好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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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我觉得真的是说的没做的容易多了 这是从小到大现在唯一没做一个极限运动 因为我特别怕心脏复合不了 哇 但是今天跨出很大一步就是我可以在外面走一圈 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们完成得很好 我们完成得很好 维尼斯是全世界唯一没有汽车的一个城市嘛 代步工具就是它了 嗯 维尼斯的第一任总督把这样的一个小船命名叫贡多拉 很多人早年间来维尼斯人酒店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贡多拉的独特的魅力 对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澳门小欧洲之称的 哦 这边就是意大利的金屋了 哦 比意大利的金屋还要更完整 现在我们来到摩尔钟楼 哦 抬头看一下最顶端的有两个人 他到正点那时候他就会敲钟 它的寓意就是代表过去跟将来都有希望都有爱的意思 哦 哇 可以看到很远很远 那个就是澳门巴黎人酒店 看到了一个埃菲尔铁塔 身后这不伦敦的大笨钟吗 对啊 它是根据英国的伦敦 是一比一的复制建筑回来的 哦 所以我们的这个旅行是渐入佳境 刚刚离开了巴黎 又和伦敦说再见 马上我们要去的是哪儿啊 我们要经过这个桥底 叫叫里亚特桥 哦 就是我们这里的情侣桥吧 哦 有一个传说就是我们乘着小船 经过这个桥底 情侣在这里接吻的话 会得到永恒的爱 哦 哦 寓意很好啊 对 宋多拉穿过桥洞 很像是穿针引线的感觉 对 好像寓意月老穿针引线 哎 哎呀你这个解释好哎 你可能是威尼斯人最年轻的月老 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差不多到了哦 哦我们到了 好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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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儿风景好啊漂亮哈 啊 哪儿在唱歌啊 哎是他们在唱吧 原来看不看得到我们 哎 哎看到了看到了 哈喽 哈喽 小朋友好 老师好 这是宝贝女儿 宝贝女儿 叫什么名字啊 叫王兴宇 王兴宇 刚才唱的是什么呀 在澳门就是这样 是一首土生谱语歌曲 如果用土生谱语说一下 我爱澳门怎么说呀 我爱澳门 好难 确实好难 哎 我们还希望你们帮我们一个忙 哦对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你们可以帮我们看看在哪儿吗 对 就在南万湖附近 离这里不远 好拜拜 拜拜拜拜 哎这带蛮有生活气息的 说不定就是离我们要找的地方 已经越来越近了 哎这个好好玩啊这个 大三八雪条 感受澳门从大三八雪条开始 这个跟咱们这个图很像吧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要尝一下我们的大三八雪条吗 听起来很有澳门的感觉哦 就是把大三八的标志的图形印在了雪糕上 因为这个雪糕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你看跟这个大三八长得还真的蛮像的 是 对 哇真的好漂亮啊 哦 给你俩看一下大三八雪条 这是我们下一个线索 在楼间间的天朝法国餐厅 我们的餐厅最主要是卖澳门的特产的一个餐厅 那这样吧 咱们今天晚餐就在这里解决了 那这样吧 咱们先坐那边吧 好 期待一顿美食哦 是啊 给你们看一下 我比较推荐特别的餐厅 用一些只有澳门有的特产的食材 来做一个有澳门特色的食材 哦 有点年代感 还挺接地气的 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下 是 我先推荐过来澳门旅游 一定会买粒猪肝 然后就是我们的招牌的 水色的饭 然后是蛋卷 特别吃的 那么我先准备一下了 好, 谢谢 谢谢 鸡蛋 不用你了 要不要吃鸡蛋 要不要吃鸡蛋 是店主耶 我要看鸡蛋 第一道菜是蛋捲蛋 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什么 马杰修葡萄鸭的咸 我上手了 对 它的这个外壳 这个蛋卷这么酥吗 但是又是软的口感 我们以前吃到的所有的蛋卷 都是甜的 这个有点咸 我感觉现在我的鼻腔里头充斥的那个香味 对当年的葡萄牙人来说 马杰修也许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必备 在这漫长的海上漂流的过程当中 能给他们的餐桌上增添一点 有味道的东西 是 我们是用一个葡萄牙的啤酒 做的一个透明的皮 来包住它 这个是第二道菜 猪肉干 哦 猪肉干 对 最上面的是猪肉干 然后中间的是一个棉子 我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一口吞了现在 口感上是香脆第一口出来 这个皮 它突然之间就化掉了 就没了 对 吃的时候只有两种感觉 一个就是最底下这层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鲜肉的部分 嗯 到晚我们一定会吃那个水蟹的吃饭 用水蟹里面的汁水 加很多凯鲜汤 来做一个意大利配饭 它的汁水跟那个味道是蛮重蛮大的 每个蟹肉都是用人手做菜 就是最纯粹的蟹肉 吃饭 看来 如果来到 这款手里的酱 不然可以看水蟹 鸵肉 入骨肉 汁水 酱油 银肉 د 用对 鸡肉 冷藏 放在鸡肉 倒在鸡肉 用处理 放在鸡肉 放在鸡肉 现在是我们的焦牌菜 焦牌菜来了 接开盖子的那一颗 这个红蟹的这个盖子 一下子映入眼泪 看起来就很好吃 来吧 它下面是一些蟹肉 好香的蟹肉的味道 料很足 这个饭也很软 货真价值 这个水蟹 它不是属于那种 很特别肥美的那种 它就是味道很鲜 所以你一开始就说嘛 这个蟹的味道 好香 就很浓郁 所以它非常懂这些食材 就是完全根据食材 不同的特色和不同的特点 来加入到自己的烹饪当中 对 今天的东西吃得怎么样 我觉得每个菜都很有特点 不然坐下来 好 来 其实澳门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都市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征服这些全世界各地人他们的味蕾 到澳门吃西餐是蛮普遍的 我就是希望用一些平常常到意大利餐跟法国餐的东西 用一个澳门的感觉去给客人 全部的食材大部分都是只有澳门友的特产的食材 都是用我们本地人吃这个味道的一个感觉 去研发所有的菜式 你自己做这行做多久了 大概十多年了 十多年 对 对 今年大概多大年了 其实我三十八了 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美食这些有兴趣 其实我小时候已经很爱煮东西 毕业出来我就去做雪桃 开启我的厨房的生涯 很多经验之后就去一个米其林的餐厅 很厉害 能够到米其林餐厅去工作 那时候我们还没流行那些email 我就是用写信的方法去给米其林餐厅主厨了 希望我可以去工作 不知道什么原因真的给我很幸运 进去那个餐厅去学习 我觉得这是很多从事烹饪工作的人 特别羡慕的一种经历 你后来有没有问过主厨 就是你在哪一点打动了他 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有点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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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天朝就是那两位妹妹跟姐姐他们今天去的地儿 他们今天就在那吃 对 那个餐厅在哪儿 就是在那个新普京最顶的那个地方 就在那边 这里看过去 对对对 这真的很奇妙的感觉啊 就是他们在你曾经工作过的天朝 正在吃着那里的美食 我们吃着从天朝辞职 回来自己开店的老板 为我们专门做的西洋菜 缘分 幸福感满满 我记得告诉我们市区最高的对吧 对 这边到了 天朝法国餐厅 你好 李芬林晚上好 欢迎来到天朝 两位这边请 好谢谢 你好 欢迎来到天朝法国餐厅 两位这边请 好美 这边这个区的话呢 就是可以看到赶珠澳大桥 也是可以看到大桑八排法 那边的话呢是对着澳门塔 作为法餐厅澳门里面最高的餐厅之一 所以很多客人的话呢 不仅是过来体验法餐 也是看一下西洋这边的一个澳门风景 对 对 来 欧巴宁 小心 欧巴宁挂起来 谢谢 这边给个餐牌两位先看一下 好 头盘里面的第一道是个鱼子酱 地黄蟹拌海鲜冻 那第二款的话呢 就是一个脆炸的嫩煮蛋 搭配鱼子酱三文鱼 主食方面的话呢 是一个香喊的牛柳搭配鸭肝 头盘的话呢 我们这边推荐的是香槟 牛肉的话呢 吃酒食物也会帮您搭配一些红酒 好 谢谢 谢谢 香槟王 200 请慢用 谢谢 谢谢 我已经很满足了 对对对 开心开心 好香啊 喜欢 是吧 特别特别香 我们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好漂亮 这边的话就是帮两位准备头盘的部分 你这边这一款的话呢 就是鱼子酱地黄蟹拌海鲜冻 中间的话呢 是一个所用的鱼子酱 那旁边白色一点一点是椰菜花祭脸 这个是人工出来的吗 是的 是的 就是师傅是一个一点点出来的 这个很烤手工 师傅会很严格去控制他每一点的距离 师傅会很严格去控制他每一点的距离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有多少点 数一下啊 其实很多客人都挺有兴趣的 正好五十四颗 厉害的 我已经数完了 那请问我这丝是到底有多少根丝呢 你也特别像鸟巢 有什么article 只有一点真是一块小 没关系 还很严格 非常多 我们想找个小编子 兴顺 有一个人都要不可能 是新的 很别致 你看 流出来了 溏心蛋 我最爱的溏心蛋 还是热乎乎的 把这个蛋黄流出来 也是没谁了 绝绝此 我从这儿开始往外吃 喝了鱼子酱 喝在一起 如果单吃鱼子酱的话 有点腥 但它用那个纪连 把它平衡了 这个完全是阳光灿烂日子里 清风徐徐 姐姐你太有苏形化育了 我只过去吃 还有李还有姐姐 干杯 来 这边帮你测一下 谢谢 上红酒了 你就是说喝不同的酒需要有不同的杯子 如果讲究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吧 哇 你这摇红酒的这个 行李 也非常的专业 他那个手指是怎么摇来着 不是那样 对 我错了 算了 算了 我不浪费了 答了一下两位 那这边的话就是煮菜的部分 鱼子酱 黑色的一只黑松霧碎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地嫩 手一活 简直是嫩到不行 鸭子的味道很难处理 再加上鸭干 但是它这平红得真好 这边是帮你们准备的一个土豆泥 这是餐厅招牌的土豆泥 很多客人都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真的吗 给试一下 你叫这土豆泥为什么好吃吗 嗯 因为油 对 有好多好多的黄油在里面 而且里面加上东西 除了黄油还有什么盐 还有什么呢 芝士 这土豆泥太厉害了 请问里面都有什么呀 我们刚刚在猜 它土豆用的是 土豆泥跟黄油的话呢 是一比一的一个 就五十五十这样子 怪不得 你看我说有黄油 失货 我帮您测一下 好 谢谢 然后要上甜品的吗 对 那后面的话是餐厅的一个招牌甜品车 哇 甜品来了 我的天啊 你们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 哇 太幸福了吧 哇 太漂亮了 焦糖布丁 巧克力塔 这一款的话呢 是兰姆酒蛋糕 那它是海绵蛋糕 搭配一些香草剂脸 这个一定要给您推荐的是 餐厅的一个招牌 拿破仑甜品 巨型拿破仑 对 太酷了 太过分了这个 太过分了这个 两位想要吃点什么甜品 都想吃 我想来一点点这个 好的 我要吃拿破仑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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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整理一下 谢谢 是他们那边 对 打官 来吗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吗 在哪儿 我想想 我们现在都能看到你们 从你们43层的窗户望外望 你会看到 有一个美丽的小姐姐 做的这个 你知道我们这位陈老板 当年就在天朝餐厅工作过 是那里的大厨 厉害 我们带你们看看 我们的这个环境 看看 三角钢琴 哇 这么华丽 超级漂亮的水晶灯 好好看啊 像裙子一样 对 我们会把照片发到裙里 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俩都已经 来不及给你们分享 就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在天朝我们吃了法餐 除了他们家的菜品精致 更让人享受的是 他们的服务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其实发现仪式感 是一种规范 是一正向的束缚 是在于享受美食的同时 从听觉 从视觉 享受音乐 享受这个餐厅 那你们俩慢慢享受美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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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一天我觉得是收获满满吧 对 我觉得幸福满满 嗯 我们先说好了 好啊 看一下他们这条鞋的特点是什么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俩今天都全是在天上飞着 我们今天是具有绝对的高度 因为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一个 有八字形状的一个摩天轮 这是全球首个八字形摩天轮 我们在130米的高空 体验了一把啥是空中楼阁 干杯 干杯 实识大家 吃茶点可以缓解紧张点 然后中午呢我们来到了Messa 吃的是一个葡萄菜 主厨是葡萄牙人 专做普世料理 但他爸爸作为葡萄牙人 却专做粤菜跟上海菜 推荐他家的烟熏驰鱼 巴斯的布的料 干杯 接下来来到了澳门塔 澳门塔高338米 平时都是在下面看它 这次爬到塔上233米的位置 空中漫步真的太刺激了 然后我们来到了天朝 在新普京43层高空体验 法餐的极致仪式感 强烈推荐他家的鸭肝牛柳 鸭肝口感细腻 牛肉软嫩 但保留了纤维感 有味道 更有创意 不错 你们呢 来来来 到你们了 我们呢 整条线是与水为林 水是整个澳门 特别有灵动感的一个标志 对 来 我们看一下 第一站在哪 我们去的是一个汉堡店 YouFOMO 把馅料完全包裹的汉堡 好吃 不容易脏手 去东旺洋新街打卡 可别忘记顺便吃一个飞碟啊 后来我们去的是威尼斯人 我们做了个贡多拉 对 贡多拉 坐在贡多拉上逛澳门的小欧洲 在这里拍照打卡 太容易出片了 最后我们去的是 一个西洋菜馆 就是跟你们 摇乡呼应的那个地方 对 他们家有可以吃的大三八 在这里可以吃到 用澳门式菜做的西餐 水泄饭一定不要错过 所以我们这一套呢 与水为伴 行云流水地走完了 我们今天的线路 是的 其实结合我们今天两个 也就是高山流水 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爬得高 吃得高 哇 真因为站得足够高 所以才能看得全 看得远 澳门就像一道任意门 打开它 总会连通各种惊喜 我觉得澳门之所以 有如此多的崎岖体验 是因为澳门人一直以来 求新求变的追求 创造了更多可能 参与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